其實我們整個下巴代表家庭 下巴闊代表家庭在你心目中所佔地位 就是重 所以剛才說下巴尖 家庭在你心目中地位就不重 你就不喜歡留在家庭 我們下巴來說有兩個看法 一是夠兜一是夠飽滿 那我這些呢 不知道在旁邊行不行 怎樣怎樣 麻麻地 不用問就不夠飽滿 但是不用怕 原來要看有衰骨 原來有沒有衰骨呢 是看下庭很重要的 如果你見人們晚年很遼島 或者我們有空去公園仔 大家也知道 很多阿伯坐在一個長椅那裡 坐坐坐坐幾個小時 我經常留意這些生活的細節 那你就知道 看一看的相 大部分是沒有異猪 衰骨不顯露 下巴尖削 那些就代表晚年孤獨 所以你隨便有一個條件都不用怕 有異猪不用怕 有衰骨不用怕 下巴兜不用怕 下巴肥不用怕 因為有時北方人 全部下巴都會退縮 但北方人會有雙下巴 原來雙下巴 都等於一個好的下巴 是不是其實 晚年最好臉都是肥一點 永遠肥人 比瘦人好 所以你很少見到肥的人 晚年孤苦伶伶 我們中年的要瘦 身體就不要緊 臉型一定要肥 尤其是我們瘦面的人 很多中年以後 這塊肉 就好像這個學生 看不看這塊肉 面有肉 倒下來 雖然他是少年 倒下就像老虎狗 原來我們瘦面的人 有肉倒下來像老虎狗 都是代表晚年安樂的 所以我們上來講 中年還是會有改變的